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点进小编的文章,我是一个专 一的小编,专业爆料娱乐圈最新热点 来阅读小编的文章了解娱乐圈的家常百态吧,不仅可以在百忙之中放松心情 还可以get到喜欢的明星八卦,茶余饭后又多了与朋友交流的话题,如若喜欢小编的文章 记得点赞关注哦,这是小编每日工作的动力呢,有了你们,喜欢的肯定 小编会再接再厉,奉上热闻,祝广大网友顺心如意,好运连连 又一穿越者疑似是他,天赋之强,恐怖如斯 作为一个资深的小说迷以及动漫迷小编最喜欢的小说以及动漫之一 就是斗罗大陆了,不得不说,这在网文界绝对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 而且他非常与众不同的是,斗罗大陆是一系列,而不是丹丹的一部,在这一系列作品当中 几乎每一部都是非常完美的作品,我想这也是这一系列小说非常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而今天小编和大家讲的就是一位天赋比我们的主角唐三还要强大的存在 他同样也是一个穿越过来的人,他的天赋甚至可以说是你 压唐三,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人究竟是谁吧 而且在穿越之前,唐三就已经是一个绝世天才了,后来他 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自己生前的那个世界跳下了鬼剑筹 就这样你骑得到了斗罗大陆上,成为了浩天宗的血脉,这 也是他人生巅峰的开始 他在斗罗大陆上诞生之后,就显现了他强大的实力,以及超凡的天赋 最主要的是他还拥有前世的记忆,这使得他的性格以及修 练实力都不是寻常人可以相比的 这也就是他后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想最后唐三之所以能够有最后的成就 和他穿越的身份是离不开的,而今天小编和大家介绍的就 是一个天赋超越唐三的人 这个人就是千刃血,没错,就是那个比比东的女儿 在看完本篇文章的你有什么感触? 在看完这篇文章后,无论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小编都很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看完了这篇文章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吐槽的,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来吐槽 小编永远都是在默默的关注着你,你的每一条评论 小编都会看到,如果你是个有脾气的人 小编会给你敞开一条大道,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那么小编会给你一个么么哒 看完这篇文章的你们,希望能打赏小编一下你的关注就 是小编的动力 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点进小编的文章,我是一个专 一的小编,专业爆料娱乐圈最新热点 来阅读小编的文章了解娱乐圈的家常摆态吧 不仅可以在百忙之中放松心情 还可以get到喜欢的明星八卦,茶余饭后又多了与朋友交流的话题 如若喜欢小编的文章 记得点赞关注哦 这是小编每日工作的动力呢,有了你们 喜欢的肯定 小编会再接再厉 奉上热文 祝广大网友顺心如意 好运连 又一穿越者疑似是他 天赋之强,恐不如斯 作为一个资深的小说迷以及动漫迷小编最喜欢的小说以及动漫之一 就是斗罗大陆了,不得不说,这在网文界绝对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 而且它非常与众不同的是斗罗大陆是一系列,而不是单单的一部,在这一系列作品当中 几乎每一部都是非常完美的作品,我想这也是这一系列小说非常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而今天小编和大家讲的就是一位天赋比我们的主角唐三孩要强大的存在 他同样也是一个穿越过来的人,他的天赋甚至可以说是年 呀唐三,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人究竟是谁吧 而且在穿越之前,唐三就已经是一个爵士天才了,后来他 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自己生前的那个世界跳下了鬼见仇 就这样米奇的到了斗罗大陆上,成为了浩天宗的血脉,这也是他人生巅峰的开始 他在斗罗大陆上诞生之后,就显现了他强大的实力,以及超凡的天赋 最主要的是他还拥有前世的记忆,这使得他的性格以及修 练实力都不是寻常人可以相比的 但是,多久就要注意到他的相比 所以整个人生活是最高的 甚至如此,更远的事情 他在解决的时候,我将你决定的体制 当然充足专程 应该是小编曲的 不要紧出来 那当心不合 很短 ML 我替上 所以,你不可能干净 要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